大家好 主持人家也欢迎收看车阵部台解说这行的小志 声音就那么低伸性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英雄联盟的全新系列 叫做超低端排位系列 但有很多朋友会不理解说为什么要录超低端排位系列 因为超低端排位活了才多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放一段小短片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发行在网组一曲比尔吉伯德的我第一场的超低端排位比赛当中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游戏是有多难 那好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由于我掉线结果我的队友坚持来抓一击团 但是这时候阿卡利被我们的机械抓了过来 坚持也跟了进去 但还好坚持急着的跑了出来 这帮人坚持没有集火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这时候韩冰被对面的努努和赵信一路猛追 现在维恩也散现下来 我直接套上点给维恩 然后带走了维恩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干到阿卡利 阿卡利应该也是债劫难逃了 那好 现在我们准备弄掉赵信 赵信被我们套上了虚弱 好漂亮 赵信也死亡 现在我们开始来追对面的暴女 一个跳过一票 世界级中班 杀掉了暴女 当我们以为这场比赛已经结束的时候 这个龙龙又冲出来送了一个人头 那好吧 当我们再次以为这个要结束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出现在画面当中 就是这个维恩 这个直接传送过来 准备再次和我们拼一下 但是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力量是薄弱的 所以选择撤退 好 这个就是超低端排位系列 相信看到这儿 很多朋友就已经对这个系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好 这个多的不说 我们进入正题 好 进入独特界面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 是超低端排位系列的第一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呢 我就请到了我们网组一区 两千三百分的大高丸 怎样共勉 来陪我共同打这场比赛 但是怎样共勉这名同学呢 擅长这个是中单和打野 而且呢 这个人呢 有一个外号叫小龙 当然他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我外号呢 叫做葫芦草无奇龙 但由于我上了年纪 就是大家都叫我老龙 于是呢 他就叫了小龙 大家很多朋友会纳闷 说小龙 老龙 难道小智有女粉丝 为你生了孩子 那好啊 留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 当然了这个小龙同学呢 这个经常玩的 就是这个打野的小鱼人 这个家伙呢 这个除了平时总打排位以外呢 他还有一个这个另外的职业啊 兼职就是带打 他长时间以来呢 这个活动呢 一千到一千四百分段的 这个排位比赛当中啊 所以经过长时间的虐赛 他早已经泯灭了银杏还有良知 所以这场比赛啊 这别怪我没提醒大家 将会是一场很黄很暴力 雪又横飞的比赛啊 这您将看到的极有可能不是一场比赛 而是一场屠杀啊 那好 这个我们也就不多说了啊 来介绍一下演员列表 我们这场呢 是小月打野啊 然后呢 一经这个比赛画面 我就可以看到一个爆纹图案的小蝴蝶啊 就是这个大嘴来打下路啊 然后他的辅助呢 是机器人 然后呢 我们的上单是奥拉夫 我呢 是中单卡萨丁啊 因为这是虐赛的神器 但是呢 这个请大家忽略我的名字啊 因为一开始录这场比赛之前 我就对小龙说过 我小龙去啊 帮我借一个1000分左右的账号 我要来打超低端排位系列 借的这个账号的名字 一定要文雅 有气质 符合我文音骚客的这个性格啊 结果他就借来的这个什么刀卡 什么毛不断呢啊 所以搞得我也是很郁闷 我说能不能再换一个啊 这个借一个符合一点我性格的这个号 结果呢 他借来的什么查理什么干啊 我再换一个 他又借来的一个叫什么狂傲小处男啊 我当时就笑了啊 我谁起的这个名字 医学你都没有拿过 有什么值得狂傲的啊 后来我一想说了 还是用这个账号吧 至于马能够显得我威猛一点啊 威猛一点 这搞不好呢 这个超低端排系列录的这个工程名著的那一天啊 有一些医药厂商找到我啊 把我的这个头线印在一个蓝色的小盒子上面 然后呢 这个上面写上质格两个字啊 然后放到保健品商店去卖 搞不好我还能赚一笔啊 然后这个 好好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 然后呢 看一下对面 对面呢 是无双剑机打上单 九一女神打野 然后呢 火男打中单啊 然后呢 下落是这个防卫狂徒周克华啊 和这个日女的组合啊 他日女呢 穿的像一身这个圣斗士似的啊 黄金铠甲啊 黄金圣衣 当然呢 这个小的时候呢 我是非常喜欢看这个圣斗士的啊 这个问大家一个问题 圣斗士当中什么武器是最强的 当然这很多朋友可能已经不知道了啊 我来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雅典娜的鲜血啊 因为呢 这个雅典娜的鲜血呢 据说啊 只要呢 你这个沾染上 硬核物体沾染上雅典娜的鲜血啊 就会得到一种升华 所以呢 这个一年十二个月啊 有了十二件黄金圣衣 但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 如果地球智转加快三十倍啊 可能雅典娜每天都会创造一件黄金圣衣 但是呢 他也极有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啊 那好 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他了啊 那现在我们来殴打这个 中单的小火男 而这个火男呢 我发现了啊 比较浪 而且还不爱吃药啊 你看剩这么一半的血量啊 还在那里呢 不停的A着我啊和A着兵 所以那一会我就能搞死他啊 那好 这个让大家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吗 这个补刀 真的非常的犀利啊 这之前的有朋友经常这个误入我嘛 说我这个水平只适合打这个一千分段的这个排队赛啊 那好 今天我就来让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打的是一千一百分段的排队赛 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什么叫做高手啊 什么叫做世界级中单啊 那好 这个干起来啊 当然我中他都活了啊 那现在我们来搞一下啊 当然这个有时候真的啊 银的这个水平的好坏的 不是说咱们这个做视频就能看得出来的啊 因为有时候做视频会比较卡啊 所以呢 这个打起来不是说很犀利 而且每个人打的风格不一样 有些人觉得这个高手呢 就应该是个浪逼啊 在那里呢 不停的这个搞来搞去的啊 一三雪也要跟对方干 当然就在这时候这火男准备来撒我 三星回准备反杀他 而且小爷爷来了啊 嘿嘿 拿到一雪啊 你可以看到世界级中单啊 而且呢 我还及时的跑到草丛当中 躲避这些小别人的攻击啊 你可以看到非常犀利的操作啊 但现在呢 很多少女呢 已经开始崇拜我了啊 甚至已经有些呢 又一次眼就要给我生孩子啊 嘿嘿 这个 但我并不是一个色狼啊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啊 那这个我们还是来好好补刀 然后那这个 现在呢 拿到一雪之后的话呢 我就原本呢 应该选择回家的啊 但我觉得这个冰线没过去 所以我觉得呢 在线上呢 再跟他浪一会儿啊 那这个搞不好 一会儿呢 还会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那好啊 这个我们继续来搞 而前一天我不是和那个F委啊 也就是弗论安格 堕落天使啊 我们这个共同录制了一期 那个英雄联盟受惊瞬间吧 哎 结果呢 这个反应也是很强烈啊 很多朋友看完之后都表示自己已经受惊了 哈哈 当然了这个 好啊 当然其实说句话啊 有些朋友可能也不理解 是小智 你为什么要和他这个一起来录这个视频呢 这就是我深谋远虑的地方啊 因为我觉得他视频做的很好 我觉得我跟他合作的话呢 可能我未来呢 这个我的这个尾形三的这个紧急啊 就是来帮我制作了啊 而且毕竟也单身这么久了啊 总该给大家找个扫子什么的啊 对吧 那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月又来了啊 你看这个禽兽啊 当然这个和我长得很像啊 和我年轻的时候很像 果然是小龙啊 这个又弄死了对面的火男啊 不过他弄死火男之后啊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原来玩低端排位就应该无耻一点啊 不用一开始就弄技能 你管他这个打野的死活啊 咱就留着剃儿灯准备抢银头啊 这一会儿要来看一下啊 我身后的抢银头功力啊 那好啊 这个我也无耻一点 那这个现在我回家啊 毕竟那火男的已经被我们弄死两次了 所以呢 现在我的这个经济是很好的啊 那但是这个 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小龙又已经开始没有银杏了啊 在这里呢 追杀这个远妹子 这个角月啊 那好 这个角月基本上也应该是在劫难逃了啊 这只要被这个小龙同学呢 盯住的猎物啊 没有一个能跑的 他已经是这个低端排位赛当中啊 就是这个1400分以下的噩梦啊 只要你遇着他 你就没有好啊 所以大家一旦小心 但是这个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下路开始PK了 然后呢 现在大嘴和这个鸡鞋准备搞死对面的这个南枪啊 但是这个鸡鞋怎么跑了 那好啊 这我很不理解他 但是呢 这个大嘴又加了一口血 然后呢 鸡鞋扶回了一个腮炮 抢掉了这个大嘴的银头 哦 好啊 这个我承认我受惊了啊 我受惊了 这个刚才的时候呢 这个大嘴和南枪拼命的时候呢 他又要是炸的话呢 绝对是可以撒到这个南枪的啊 因为大嘴有加血嘛 大嘴只要给他加上血之后啊 他这个很轻松的就可以这个 把这个南枪弄死啊 但是呢 这个鸡鞋先跑了 跑完之后呢 他觉得说妈的 我是一个男人啊 我要这样跑的话 显得太丢言了啊 所以呢 这个他又病了 多年新战事延烧啊 他一延烧之后的话呢 他就果断的选择回去一个散线啊 又给这南枪的银头抢掉啊 本来大嘴呢 已经变成了这个炸弹炎啊 结果呢 没想到呢 这个机器人回了 想了他的银头啊 本来这南枪反正反正会被炸死的 但是没想到 反正也是啊 这大嘴命挺苦啊 还好我没有打野银 我要打野银的话 估计我就直接崩溃了啊 脑瓜撞墙 这个躺垫打滚 但这个这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野区当中啊 这小龙又没有炎性了 这开始又又开始弄下了 这个角月了 结果火南也来治完 但先不管火南 我没事啊 这角月肯定死了 那看一下火南啊 哎嘿 这还找着 被我们包围了啊 被我们包围了 现在准备来撒掉他啊 好漂亮 我直接给了他一个亿啊 然后又给了他一个地儿 但是这小月又抢了银头啊 好吧 我算看清楚你了啊 呃 原来一个人头 也不打人验给我 那好 一会儿我就无耻一点啊 我觉得能留着技能来抢银头 但是说实话啊 这角月 我要批评你 能不能长点记性 你都多少次都死在同一个点了 你还没有记性吗 非得往那走吗 对吧 所以这搞得我就很气愤啊 这给那小龙太多表现机会对我不好啊 当然也是这个清楚于蓝 胜于蓝啊 这看着他的成长呢 我这个老龙也很开心啊 那好啊 这个下路怎么又死人了 那好啊 这下路两个逗逼啊 又开始这个搞上了 小月来了啊 又开始神勇了 又开始神勇了 那啊 这现在开始准备追杀这南枪 那南枪应该死了啊 那这个小月以为他也是这个普通攻击附加的这个真身伤害嘛 就他是红霸加他自己的技能 所以那这个南枪被他骚死 然后 好啊 又抢到了我的人头 好好 我彻底印清你了啊 彻底印清你了 我我行 我承认啊 我承认我打低端排球赛 我不适合 我不会抢人头 那好啊 就现在开始报复社会 那咱们的这个讲点开心的事啊 让我平复一下心情 就是这个前几天啊 我不是感冒了吗 一直没好 包括今天也没好啊 然后那个有一个少女的也是跟我说啊 说小智 我说那个你这个感冒没好 那个我是医生 我可以帮你治病 你来我这个家里吧 我说哎呀 我说不用不用 我说那个 我说我自己这样 我慢慢康复就可以 他没有 说那个我这治病方法不一样啊 我这是从那个古代的书籍当中找到的 我什么书籍 他说神六侠缕 我神六侠缕有流伤的吗 他说有啊 躺在寒冰床上 这杨国和小龙女流伤的镜头 我说啊 好好好 你等我啊 你等我 所以这个为了我的康复啊 也为了能够给大家做出更好的视频 我过几天决定去会会他啊 那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世界级终漫拿到蓝buff了啊 那这个火南基本就完蛋了啊 那我看一看 一会儿准备搞死他啊 但是火南现在不敢跟我兑现啊 这种让我觉得很枯燥啊 这个毕竟拿蓝buff啊 打低端牌 我应该展现一点我的单撒能力啊 那我看一下这个飘 他这个又能技能了啊 他没打中我 但是哎 啊 来来来人干活了啊 他们这什么意思 我飘起来啊 飘起来 呃 你六级之前来杀我 行啊 你现在来杀我 你这不就得天方夜谈吗 卡萨丁六级你还怎么杀 好吧啊 这当然这是小鱼也跟他们干上了啊 那我现在我来准备来抢银头啊 那一个一个打这个大招过去啊 然后呢 这个拿掉了九鱼的银头呢 现在来准备搞死对面的这个鼠锅 那我看一看啊 我留着技能 这等于抢银头啊 他弄火了好漂亮 我一个大招过去啊 又拿到一个银头 然后现在准备开始搞死对面的火呢 啊 月塔 月塔 干死他啊 上点啊 你看我是有多猛啊 我说有多猛 三杂 三杂啊 世界集中的啊 世界集中的 有时候真的 我这种问我自己到底是有多猛啊 今天有答案了啊 哈哈 这个 但是那个小龙说我是个SB啊 他骂我 说我抢他银头了 也不知道谁抢我银头啊 抢了我三四个了啊 我都没有说什么 结果我抢了三个啊 他他还有点不满了 你一个臭打野的啊 你跟我在这浪啊 你等回家的啊 那好 这个 我们先不要管他啊 处在装卖 继续来到处的这个疯狂的杀戮啊 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啊 还有谁啊 谁能吃我一死 你知道吗 世界集中的啊 已经没人能处住我了 那好啊 今天我就让大家看到什么叫这种高手啊 但是正在这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已经给对面的九尤女神打绝望了啊 开始报复社会收人头了 那好啊 这个就不要管他了啊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啊 这火呢 现在我就想问一下 你还敢跟我弄吗 我飘起来啊 你看到没有 就直接就开始搞他 给弄他就直接就必须对往后跑了啊 然后你看他技能都打不到我 对吧 神勇超神啊 高丸啊 高丸啊 你可以看到啊 现在我要他连刀都没法补 你来啊 你来啊 好啊 那你看显然就不敢来了啊 就经常有人就说 说小智 我觉得你就是菜啊 你今天这样比还打完 谁还能说我菜啊 我就想问一下 我是高丸 我是高手 你知道2000分的大神呢 对吧 那好啊 这个咱就不跟他这个多多多讨论这些东西了啊 我们继续来搞就可以了啊 哎 你看这火难还出来浪 哎 跟我浪啊 是吧 跟我浪 飘起来啊 我一个大招过去啊 要紧接这个跳翼啊 这一搞他就没招了啊 但下落这个小龙又开始灭绝银杏的杀戮了啊 南枪基本上就完蛋了 那好吧 这个他又抢到两个人头啊 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谁的人头比较多啊 然后现在我准备来这个野区抓一下火难 看他有没有去支援 但是这火难竟然无动于衷啊 看到队友被对面搞死啊 连这个一点支援的意思都没有啊 这个人是心已经练的这个监狱盘死啊 然后我大来欺负他呀 但是这火难已经是被我给打的血那么扫啊 准备回城 然后呢 这刚刚我这有点浪的过分了啊 自己加出点了 我这个加了第二级的W啊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呢 这个卡扎丁的加点是很简单的 主跳复翼啊 然后一级的W就可以了 但是那W找加 因为他加完之后的话呢 他一边能回栏啊 这一回栏的话呢 他就可以这个杀岩啊 就是他可以不断的扔跳来消耗 像那个什么比较强势的这些英雄 什么卡特这类的 他都是很克这些英雄的啊 但是不知道为啥 这个卡扎丁最近的时间很少有人用啊 我一直觉得这英雄很强势 这当年时候是非班即选的啊 那这现在我们来搞一下对面的这个角月 虽然说他报复社会了 但现在他好像有点这个觉得这个社会是充满爱的啊 那我们把他这个观念给打退啊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啊 但是角月这英雄真的很变态啊 但我留着跳不发啊 但是原本就是想抢抢抢银头啊 但没想到 结果这火男就回来支援了 哎呀嘿嘿嘿嘿 你可以看到啊 直接这个大招过去 杨一个跳啊 就给他那啥了 但我们这奥拉夫又在飙啊 那好吧 这就不要管他 这火男人肯定死了 嗯 但是这个刚刚呢打这个角月啊 我就发现这个角月这一回真的很变态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角月的等级比奥拉夫低两到三级 结果呢 他打奥拉夫还是特别的疼啊 然后现在这小龙也有点浪了 那我赶快去救他一下啊 这毕竟血浓水啊 那好 现在这小龙跑过来了 我来来来来 都弄我弄我 谁都弄死我啊 那好啊 他这个又来了一个帮手 那好 这我赶快跑啊 有点危险啊 那现在他们还追 那我封证你们啊 卡萨丁的封证能力极强啊 那但是这时候大嘴来了啊 大嘴这各种按键都撇了出来 但是就没有一个打中对手的啊 哎呦 这个杨我有点头疼啊 这各种按键能 就随便发啊 我就没见他哪个技能 真正正正的打过打中过眼 这个也也确实很难做到啊 也确实很难做到 就买买个皮肤啊 像小蝴蝶似的 结果这个 好吧 咱就不多评论他了 这毕竟也是我的队友啊 就就不多说了啊 然后现在这个上路的奥拉夫啊 也开始神勇了 这个 呃 角月给他送了几十人头之后 这终于找回了自信啊 一开始时也是叫这个妖机给弄的 连门都不敢出了啊 那好吧 这个就不要管他了啊 然后现在呢 我已经开始出了这个神器啊 杀人书啊 你可以看到啊 杀人书 然后现在呢 这个对面好像又打小龙的意思啊 但我们那个那么大优势 我们都没有打小龙啊 因为这忙着杀人 实在是没有时间来顾及这个小龙啊 那好吧 这个 我这后决定 我准备搞一下这个小龙啊 这个先弄人头发啊 先撒完也完 我再拿小龙 现在呢 这个对面是四个人啊 但是南京已经被打退 然后进击来了 我直接给他一个 突一二连啊 但是哦呦 这个 这日女挺讨厌啊 一大招给我这个定住了 然后现在我看能不能追死对面的这个 剑机 好朋友 剑机已经死了啊 终结了他 然后现在南京给我浪 好朋友 又给弄死了啊 然后现在呢 这个日女来追我 轴卫一下 漂亮啊 躲开他的技能 那现在日女还在追我 还在追我啊 不能叫他A到我 我应该继续这个放弹一下疯脏 然后多吃点药 回不得雪了 等我但能扛着他攻击的时候 我就可以搞死他 但是啊 这个小龙又来前我的人头啊 那好吧 这个光顾着杀人 这小龙呢 我们又没法拿了啊 那这个就不管他了啊 因为我们现在血量比较低嘛 所以没有必要跟他们使劲的搞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这杀人数呢 已经是叠了起来啊 呃 基本上对面就完蛋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啊 你可以看到 第一端排队赛就这点好 就都心里特别特别大啊 心特别大 就是你看下路 引脑子已经打成狗脑子了啊 都会被干碎了 结果呢 这奥拉夫非常重温淡定的 把上路的塔推完啊 而且好像原本想原地回城 但好像这个怎么还不回城呢 啊 这原来这奥拉夫呢 是觉得站在位置回城有危险啊 就是往后跑了几步 大哥他都被团灭了 你还往后跑什么 我这 好啊 这个就不多评价他了 那这火南现在和舰基在中路啊 这一个打两个 还有点困难呢 即使我是世界级的中单啊 但是也不要怕他们 因为随时呢 都有可能这个小月儿出现啊 就是你了 皮卡丘啊 那好 这个我们就来搞啊 咱这整整了 我又演了日本电动画片去了啊 这个现在呢 下落好像又出事了 我去支援啊 赶快去支援 当然这场比赛他们已经发现了啊 如果想战胜我们的话 就下落是突破口 但是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那操作我真服了 我真服了啊 这个怎么搞的大哥 我就想问一下啊 火南能火呢 摆明的事啊 你是直接散现就完事了啊 非得等一下 中了火南的这个火 然后再散现啊 这受不了 然后现在呢 我已经又搞死了 火南现在准备追杀这个光辉女神啊 然后看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曙光女神追死 哎呀 小鱼儿扔了一个仨鱼啊 很明显没有打到啊 这这这这虐菜 他也是有失误的时候啊 那好啊 这现在呢 我已经超神了啊 超神了这个 谁谁能终止我啊 谁能终止我 这场比赛打得我很活乐啊 其实你都不知道 上一场呢 阿尼那个比赛打得谁就活乐 但是对面就投降的太早了 我觉得没意思 就一级团 你什么时候你见过一级团 能抓死五个人呢 甚至就即将要抓死第六个人了啊 所以这就是一级团啊 这就是超低端排位 这真的是 太令人震惊了啊 这非常猛 但是那时候小龙开始浪啊 就这南枪准备搞死他 结果那小龙是直接是撑干跳啊 跑到了野区当中 而且对面这个火难还真追啊 你真追这受不了 那我现在就搞死他 漂亮了 又拿到银头啊 那我现在杀人数已经十一成了 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了啊 请记住卡萨丁要起来的话 他能够风筝对面全队啊 基本上不死 只要会玩啊 然后这看一看 当然这个 现在这个南枪还敢跟我浪啊 哎 你还敢这么跑啊 我一个大招过去一脚踩死你啊 但是这个小鱼也死了 小鱼也死了 这是喜闻乐见的好事啊 他直接死了啊 而且他后来还跟我讲是散现撞墙了啊 虐财虐久了 自己也那样啊 这个我们继续来弄啊 现在呢 这准备推塔啊 你可以看到啊 我现在是这个多么的羞张啊 在他们两个面 哎呦 啊 这南枪怎么回事 这还拿大招来收兵吗 啊 你这干脆拿大招打野怪得了啊 那这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 准备追死对面的这个无双剑机 然后呢 这个九云 这个光辉女郎也女神也来了啊 那好 这个 但是这个女神呢 已经被我套上了 这个点檐了啊 说他应该死了 杨先生这个剑机还敢跟我浪 那好啊 已经撒掉 火男要撒死我 但是呢 非常遗憾啊 他一直呢 气能没打中 因为他们的那个 但是现在我还是得跑啊 而刚刚呢 为什么我走两步之后 才开始用出大招呢 因为我一直在吃药 我在吃药的时候呢 我刚刚的那个血量 由我直接发大招的话呢 火呢 由我A到我 急有可能又一下把我A死了 但我吃一会药 我在散现 就是用大招跳肘的时候 他呢 就没有办法A死我了啊 因为我的血量 已经提高了一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四界级中断 对这个细节上面的掌握 是很到位的啊 然后这个我们继续来看 咱这个小龙呢 又有点开始 这个右侵对面野区了啊 这明目张胆的 搞对面蓝buff 对面竟然无动于衷啊 这已经是 这个给打的有点 这个不准备 哎 当然对面来了啊 看这小龙应该又要完蛋啊 但是呢 我决定不支援他 我准备先把自己的 这个蓝buff给拿掉啊 拿掉之后的话呢 一切都好丧量 但是这个 那么多人来抓他 他竟然也没有被抓死啊 我很佩服这些 但是这上路的这个奥拉夫呢 又开始找回置信了啊 弄出了对面的这个脚跃 你这个脚跃啊 你总跟奥拉夫闹什么玩 对吧 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嗯 那这个看一看啊 但这个小龙他们还在上路不停的 下路啊 不停的这个浪 那我就身为他们的老大啊 这中单的卡扎钉 我不去帮忙也不好啊 那我还是去帮忙嘛 看一看 大家的这个 现在呢 这个曙光女神 那也是被打回去了啊 这鸡鞋去追 看看啊 这鸡鞋能不能勾到 能不能 好啊 这个我 我多余对他寄予希望啊 这是我自己的食物 那好吧 这个我们 我们拿点兵啊 然后回头撤退 对这鸡鞋寄予希望的话 我们得死的老惨了啊 然后那个 现在大主人正在这里 不停的喷着他啊 但是这个 九月来了 哎 鸡鞋勾中了 生命的奇迹啊 生命的奇迹 他勾中了啊 他勾中了啊 这现在看一下啊 但是他勾中的时候 他也死了啊 然后现在这剑鞋怎么追我 但是呢 我这个已经是过强了 然后这剑鞋还敢来搞我 你你这个心是有多大 大哥 我卡擦钉啊 你你追我 你还不追大主人来的实际一点啊 这真让我受不了 然后现在这小月又开始EV2了啊 那我看一看能不能搞得这个火难 但是这个火难现在要弄技能 结果我散线躲开啊 但是这个大主有佳许啊 你这早在家 其实有时候你在那 你这个治疗吧 早在家比较好 你要队友值得说 你还有这个技能 你要是晚点加 的话呢 我机会可能不敢 那个跟他拼啊 就是刚刚 如果他还是提前用了治疗的话呢 可能我就已经敢接下 这个火难的技能 然后把它撒掉 但是这个有点 有点小尴尬啊 这个大主可能想玩极限操作 其实这个真不查极限 不查极限 这咱就不多说了啊 然后这个我们继续来搞一搞 当然现在呢 这个奥拉夫也神勇了啊 你可以看到啊 下路再次打的这个死就回来 天崩地裂 2012都快到了 结果呢 奥拉夫还在上路悠闲的待着线啊 所以这个很难拆透他的内心世界啊 他内心世界真的是 这个很很奇特啊 很奇特 下路已经引脑了 打成狗脑袋了 他们这个还还能悠闲的在上路待线啊 这个确实这心理素质很过硬啊 如果要把他弄到这个世界级大赛的话 估计他能够打赢啊 这个不管队友死的死去活来啊 他一言就在上路不动 眼看就要上天了啊 都快把对面的这个水晶给带掉了 所以你看啊 他的存在给对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啊 现在好像又是要围绕小龙来搞一搞啊 那我们去看看这个小龙这个地方 会不会再爆发点PK什么的啊 捡几人头 现在我都十多城删一书了啊 眼看就二十城了啊 这个拿掉小龙啊 然后我们这个来中路跟他们打一拨团 然后啊 这个阿拉夫现在终于避过那么久啊 这出国了 这准备来帮我们毁灭世界啊 然后这个小龙刚刚一眼上了啊 因为他虐菜虐酒了 他知道说这帮人可能要投降 他怕这帮人投降 又要重新陪我录一场新的比赛啊 所以呢这个家伙就直接说了 哎呀 说那个大家这个赶快推吧 要不我们后期打不过他啊 在这眼上了 然后这帮人还真信啊 还真就不投降了 原本可能都已经想要投降了 就听了小龙的话啊 真没投降 然后这在这个野区里面又打上了 这基本上大家也就不用看了啊 我这已经变成了一台收割机啊 就脚游机一样 见到谁都干死啊 现在这个月塔 这月塔搞死这个南枪 好像呢 上上点岩 然后机器还勾中的 你这很奇特啊 很奇特 那好吧 这个阿拉夫现在你可以看到啊 上路闭关那么久 两耳不闻窗位置啊 一心只把线来带 结果呢 现在已经这个神游到什么程度 扛着他啊 都没事了 那好吧 我这确实佩服你啊 这样一搞的话呢 这个即将就要中路告破啊 然后和机器准备 把对面的这个中路给推了 现在反正装备也好 也就不用回城了啊 我还带着这个小红药 也必要是我刻上一两瓶啊 这个保管那个威猛游水泳啊 然后现在这大嘴呢 也是这个有点犯奥拉夫这个毛病了啊 在下落带现 然后呢 现在这个曙光女神来了啊 那我应该躲在他技囊 但是哎 哇 这个机器勾中了 他勾中了啊 他竟然勾中了对面的火拿弹 我们现在需要跑了 因为我技能席地 那我先找个机位 回去反杀漂亮 这样呢 弄死了两个啊 还躲开他们各种各样的技囊 而且那现在我就想问啊 谁能刺我一次 啊 好 这个剑机来了啊 剑机来了 这个我我就不多说了啊 现在这奥拉夫也要完蛋了 奥拉夫应该也是要死亡的样子啊 那好 这奥拉夫也死了 那这波有点打的浪了啊 毕竟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一为五啊 没有办法一为五 所以说这是我的错啊 这是我的错 世界级中的啊 也做不到一为五 所以这个 我们慢慢来啊 我们慢慢来 不过这个剑机的伤害还是有的啊 目前来讲 唯一能够对我造成伤害的 也就是剩下这个剑机了啊 其他人都还好啊 当当的这个小龙又来了啊 你可以看到 哎 好吧啊 这个九月女神 基本上都已经放弃了生存的希望啊 都不抵抗了 但要换成我是小龙的话啊 我就应该教育他 正反正来讲 我要怨断情况啊 我说选择放这个九月一条生路啊 毕竟研制出来混也不容易 对吧啊 所以这没有必要搞的那么这个血腥和暴力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大嘴和这个火南开搞上了啊 这大嘴 这场比他演的可够厉害的了啊 打了半天 我不知道为啥 他打了这个28分钟了 点火南也不疼了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 火南要是稍微装备好一点就秒他了啊 这个就不要管他了啊 这非常活乐 非常逗的一个ADC 还有一个他的这个辅助 当然现在这个大嘴看追这个火南啊 你真的要追他吗 啊 你这是不是心有点太大了 哎 等等 不是我真的 我已经笑的不行了啊 这个 鼻子怕都乐出来了 这个火南扔出技能之后 大嘴是散现过来接他大招 你有个有什么用 你散现不散现 你也是死了 你何苦呢 这我就在受不了啊 但这个这场比赛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说 如果呢 我出现什么说虐菜了 或者说一些什么其他的言论啊 就是没有无语言的意思 因为我也是从这个分段过来的 做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想为了娱乐大众啊 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够这个理解啊 能够理解 就再去重申一下吧啊 这现在呢 我们准备推到他们的这个水晶啊 然后准备找这个剑机报仇啊 因为这场比赛就是这个剑机 弄死了我一次 那好啊 小剑机我弄死你啊 我捏死你 然后这个学生等着我啊 这个等着吧啊 这现在看一看 当然了这个现在对面这帮人呢 也是不敢出来了啊 就准备守着自己的老家 玩上一款经典的RPG游戏 守卫雅典娜啊 就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那张地图啊 就模特的一个游戏 那游戏呢 只要你一过关之后啊 会放一段黄色路线给你看 这很 我从来不玩那游戏啊 我就就是对这种低熟的东西 我就不感兴趣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从来过了 他有这些东西啊 然后这个我们来搞一下啊 看这剑机现在也不晚过了呀 然后呢 我们这个小龙人开始使会啊 说你们干卡扎丁啊 他们说现在见谁干谁啊 那还很霸气的啊 就现在看一看 这个准备搞火男 火男那个技能就没打中过我啊 他可能就晕得过我一次 这全场比赛28分钟30分钟了啊 就晕得过我一次也挺难得 那好 就现在看看这个 这个 漂亮 还弄死了这个南枪 但是呢 我就是这一个散线 躲开了火男的大招啊 避免了这个火男的大招包给烧死啊 那好 就现在呢 这火男还跟我们浪 而且现在我的血量比较低啊 血量比较低啊 季节现在勾出了这个曙光女神 那我现在说女神危险了啊 然后赶快移动一动 这火男又准备来搞我了 散线过来啊 技能有没有达到 所有技能都没有达到 只有一个 他的这个指向性技能达到了啊 好 漂亮 这场比赛已经结束啊 这个呢 又是维护了地球的和平 好 谢谢观赏啊